最好是重新把這個 特別是要1,請你把它複製 複製完記得下個動作不要忘了 取消 因為剛剛就有同學 遇到的狀況就是點不過來 這卡住了 為什麼? 因為你游標還在這裡面 所以怎麼辦呢? 請你按取消 然後再切這個Visual Basic 把它貼過來 不過貼之前記得 請你先把 因為它裡面已經有雙以號 所以請你記得把它貼到哪裡? 貼到記事本裡面 用取代的 一個變兩個全部取代 一次就好了 然後再把它複製到那個算號裡面 這樣子就大功告成 再來什麼? 把這個2跟這個2 跟這個2變成什麼? 放個i 口訣嘛 算號兩個 一到中間 and兩個 一到中間 再加一個i 然後並且前後空白 這樣就OK 那當然我是建議 如果你這邊已經做好一個之後 這個2跟這個2 可以怎麼樣? 複製之後 貼過去就好了 這個也是一招 不過我覺得說你還不熟 沒關係多練習幾遍 因為這個東西大概你練十遍之後你就記得 以後你也不會忘 這個口訣我覺得比較實在 真的 你如果實在不知道為什麼 你先記口訣 可能突然哪一天 你就會突然動物了 OK 原來是這麼回事 OK 貼上有沒有 貼上 這樣就OK了 再去執行 有沒有 如果沒有紅色字 恭喜你 如果有紅色字 表示你還是不夠細心 就這樣而已 說真的 很多時候的那個tempo 因為我的tempo已經盡量放慢 但如果你還做錯 你再放慢一點沒關係 因為程式這種東西 他 不要求快 但是一定要準確 所以最好是能夠達到又快又準確 又正確的這個目標 那是最好的 可是如果你目前沒有的話 你就先 求正確再求快速 把它執行一下 OK 再把它清除 最後的話 這兩個OK的話 那我們就可以在旁邊做兩個按鈕 比如這兩個按鈕 這兩個按鈕的話 已經有了 沒關係 按右鍵 把它重新指定 意思說修改上面按鈕 我把它改成門號公式 然後把這個名稱再複製一遍 按確定之後的話 把這個改一下 這個是上一次那個聚集的按鈕 我就沒把它刪 或者你把它刪掉重做一個 按右鍵這個重新指定 那這個就只掉清除 然後你給它名稱複製 或者是上面好像已經叫名稱 已經叫清除 你就這樣子就可以 這樣的話清除 門號公式 就會被執行 OK 那再來的話 我們要做下一個按鈕 也是輸出門號公式 但是不是輸出公式 我是希望怎麼樣 輸出的是最後的那個結果 就是不是像上面這樣的公式 可是我們怎麼做 請特別說 一一樣切到哪裡呢 切到Visobasic 二的話呢 其實後面的部分有蠻多一樣 所以我建議你可以拿這一段 像Sub到EndSub這一邊 把它複製 貼到底下 貼到底下 然後改一個名稱 改什麼呢 把底線公式拿掉 然後後面的話呢 就把它改 這個東西恢復成清除 就是這樣子 都不用了 其實後面就什麼都不要 那再來的話 我要怎麼去寫 這個第三個按鈕 就是輸出 不是輸出公式 而輸出結果 那其實它的道理有點像什麼 我今天既然可以輸出的位置 那接下來我有一些資料有沒有 我也可以從什麼呢 從這邊抓 抓到這邊來把它串接 有沒有抓這一個 抓這一個 抓這一個 幫我串串串 串完之後再丟到這邊 邏輯大概是這樣 可是要怎麼串 首先這個邏輯比較像 Excel裡面輸入公式 開頭一定是什麼 09 有沒有 所以你就輸入 我要放到裡面的是一個09開頭 09後面的話呢 再放個什麼 11 有沒有 所以呢 我現在可以怎麼做 後面串接 串接的方法 記得哦 一定是AND的符號 但是呢 VBA比較麻煩 它必須前後一定要空白 這它的規則 就是跟Excel不一樣 AND什麼呢 AND這個儲存格裡面東西 那這個儲存格裡面的東西什麼呢 Sales的第二列 我們先從2看 這個先把它改成2 這個裡面的東西什麼 就是拿這個來複製 Sales的第二列 A的 居欄 應該是F啦 所以把 意思是說幫我把 這個儲存格裡面的東西 放到這裡來 然後跟這個串在一起 幫我丟到這裡面去 OK 應該可以懂那個邏輯吧 所以後面處理完丟到前面 所以這個等號特別重要 等號其實不是以前等於啦 應該是把後面處理完的東西 放到前面去的意思 OK 所以這個概念可能要有的話 後面你就比較不會 一直confuse 程式其實也沒有那麼複雜 反正你只要理解這個道理的話 應該就會 越來越寫越順手 OK好 那再來做什麼呢 執行一下 我先把它清除 這個先清掉 就先丟一個好了 不過這個 回圈先不要管它 直接執行 OK 你會發現輸出了 有沒有 09 and 11 但是你會發現 它出來的結果會怎麼樣 會只有911 為什麼 零不見 因為數字裡面沒有零開頭 裡面因為都是數字 除非說什麼 你後面在 and 串接一個什麼 串接一個減的符號 假如說它有非數字字圓的話 你在執行 有沒有 零出現了 因為有個減嘛 然後再來怎樣 再把這個放過來 這個再放過來 串在後面不就OK了 所以再來的話就是什麼 and and什麼呢 and 這個 屈欄的東西 屈欄的話 那我就把什麼 其實最簡單的方法是 把這個拿來複製比較快 這個複製過來 我習慣是Ctrl鍵按住 然後把這邊改成屈 有沒有 然後執行一下 84 OK 不過呢 如果我希望變臨84的話 兩個方法 用REPTOLEN 或者是另外有一個方法 就是用那個TESL 但是特別注意哦 那個TESL 是Excel裡面的函數 那VPA裡面的函數哦 跟Excel不一樣 它名稱 裡面有一個函數叫Format 用法跟TESL一模一樣 只是說在VPA的函數啊 它叫Format 所以我們 在這邊的話 請你打Format 給錢瓜糊 OK 就是意思說 幫我把這個格式化 這個東西 格式化 逗點 也跟那個TESL一模一樣 然後雙文號 零零零 後雙文號 後瓜糊 這樣的意思就是說 幫我把什麼 把這個 84 其實已經格式化 然後 格式化的結果變成三碼 再把它串接完 丟到這個儲存格裡面 OK 把它執行 給各位看 執行 有沒有 084 然後面當然 H2怎麼做呢 其實一樣嘛 把這個部分有沒有 複製 貼到後面去嘛 然後把什麼 G改成H就好 看得懂了 有沒有 這個到底跟那個 之前公式蠻像的 所以我的習慣是 拖拉加Ctrl鍵 或CtrlC CtrlP都可以 然後把這邊改成H 好 這樣的話呢 大功告成 OK 看得懂吧 那其實 就也沒有啦 沒什麼 太特別的東西 頂多就是什麼 這個 Format 有沒有 原來是Tesn 把它改成Format 那可能就有同學說 老師那你怎麼會知道說 這個 在Sale裡面可以插入函數 我就知道裡面有多少個函數 可是VPA 我怎麼知道有多少函數 其實有個簡單方法 教各位 這也蠻 同學蠻常問的問題 VPA如果你想知道有多少函數 很簡單 你只要在這個程式裡面打 關鍵是VBA 再來按個點就可以了 VBA點 VBA 你會發現 你會發現 到 Z 到 H 他只有到 到Y而已 這所有的都是 VBA裡面可以被使用的函數 其中當然有一個是Format 所以你會發現你打Format它也會出現 OK 那當然你程式裡面打VBA點Format 跟不打都可以 所以有的時候你會看到我有一些程式前面打VBA點 有些有打也沒打 都可以 那差別在哪 差別是你如果打VBA點的話 後面會提示 你Format如果你怕將來你會 想不起那個到底用哪個函數 你可以點下去有沒有打一個F 那打一個O Format就出來了 那你再點兩下 它就出現了 那你會想說 第一個 我已經知道VBA所有的函數都列出來 但是第二個你想說 老師那我怎麼知道那些函數 到底要怎麼使用的方法 其實要不然坊間有書籍 VBA的所有函數的那個有點像字典一樣的東西 那如果你不想買一個方法 你可以在Format VBA或者VBA上面按F1 我建議在Format按F1 F1是什麼呢 就是Call Help 意思是把那個官方版的說明書幫我叫出來的意思 OK F1 就是那個在你鍵盤上面有個F1 F1就是Help Help一下 幫我把那個Format這個說明叫出來一下 我不太會用 告訴我怎麼用 好 它就有一個 官方版的使用說明告訴你 這個Format是這樣子 它的這個 這是什麼 OK 它是傳回一個這個任何這個是萬用的一個形態的一個字 一個一個字串 然後呢包含根據格式什麼 然後說OK 不過你會把 這裡有時候 當然因為它是英文翻譯過來 所以有時候那個 中文意思有點怪怪 你全部把它讀完之後 你還是不太知道到底是什麼意思 不過你就略讀 你知道說它是翻譯過來的 那主要就是看懂什麼 看懂底下的語法 Format後面呢就是加一個敘述 然後加一個格式化 至於格式化的這個語言有哪一些呢 底下有相關說明 OK你就大概把它看一下 比如格式化日期 格式化數字 格式化字串 至於就是一些符號等等的 這邊有底下蠻多說明的 OK 你就照著說明 如果還是不懂 沒關係你可以看什麼 範本 有沒有它有一些範例 像我以前剛開始看不懂 我先看範例 然後照著範例先run一下 OK 找一下看有沒有範例裡面有沒有我要的 如果有那我就照著來改 就大概就會找到答案 那至於就是說還有其他的東西呢 其實有你會發現 這邊也有很多有沒有在 左邊這邊有沒有參考 函式有沒有點下去 這邊的話就有一堆函式 A方面的轉換的有沒有它按照英文字母 那也就是說如果你想要對VBA裡面所有函數 完全瞭解的話 可能你還是要下一點功夫 像我以前剛開始就拿一個筆記本 把裡面所有的函數都通通把它記下來 然後稍微寫一下 這個函數是做什麼用途 這個函數做什麼用途 如果將來可能會用到的話 我就可以拿來用了 OK 比如說你一般日期裡面 Dedif這邊有有沒有 然後Ded Serial這邊也有Date等等 Di OK 大概跟各位稍微講一下 如果各位想要多聊點的話 VBA點 後面的話請你在Format上面按F1 它就跳出來 OK 左邊這邊有一些相關的其他的函數 或者是一些概觀等等 我想這邊可以稍微 也是一個資源 不過它的缺點就是說 因為它有點像中翻 它因翻中過來的 所以裡面的語法寫的並不是那麼的清楚 OK 不過至少也是一個還不錯參考的資源 好 那我們做完之後的話 基本上程式都寫完了 那我們就可以把它執行 那好像還有一個地方沒改 還有什麼地方沒改 這個數字有沒有 把這邊改一下i就可以了 那因為它不是串接 所以其實Sales裡面的第一個參數 只要怎麼樣 把它改成i 放在這個地方就可以了 好 程式就大功告成 我們把它執行給各位看一下 所以這邊把它稍微縮小 移到右邊 然後先清除一個 再把它執行看看 OK 裡面得到的結果就是 它串接好 丟到裡面的結果 所以會有三段 這三段的話 在雲端白板上面都有 最後的話你就把這個再複製一下 放到底下 你把它移下來一點點 這個就叫門號 按右鍵 再指定這個門號 然後把這邊按確定 這個名稱的話變更一下 把它變更成門號 OK 清除 這個是輸出公式 這個是輸出結果 畫面先還給各位試一下 剛剛撰寫的那個程式 在雲端上面也有完整的程式 所以如果假如你實在是 寫的過程當中有問題的話 雲端上面也有 不過盡量用理解的